很多人认为,只要吃得多就会变胖。但实际并非如此,不同的食物在体内代谢途径不同,身体吸收的营养成分也大不相同。可能你吃了很多,但是你并没有吸收多少卡路里。快来看看这20种食物吧。这才是科学的减肥方法。再也不用担心肠胖了。 1.鸡蛋。人们曾经担心是太多鸡蛋会使体内胆固醇含量升高。 正担心的研究表明,鸡蛋不会影响血液胆固醇含量,更不会引起心脏病。重要的是,如果你需要减肥,鸡蛋是最好的食物。它们富含蛋白质和健康的脂肪。 它会使你有吃饱的感觉,但是你的身体却不会吸收太多卡路里。 一向针对超重妇女的研究表明。早餐吃鸡蛋而不吃饼干。可以增加饱腹感。让它,它们在接下来的36小时内少吃东西。 2.绿叶蔬菜。绿叶蔬菜,包括甘蓝、菠菜、羽衣甘蓝、瑞士甜菜等。 它们都是完美的减肥饮食。它们都是低热量低碳水化合物。但含有大量的纤维。 是绿叶蔬菜可以增加饮食量却不增加热量摄入。 大量研究表明。低能量密度的食物使人吃更少的食物。绿叶蔬菜也非常有营养。含有丰富的维生素、矿物质和抗氧化剂。 3.鲑鱼。油性鱼类如鲑鱼非常健康。它们会增加你的饱腹感而吸收相对较少的卡路里。 鲑鱼富含优质蛋白质和健康脂肪。还含有各种各样的重要的营养物质。 鱼和海鲜内含有丰富的点。这有利于甲状腺发育。保持新陈代谢功能的运行。 4.十字花科蔬菜。十字花科蔬菜包括花椰菜、卷心菜、甘蓝等。 像其他蔬菜。十字花科蔬菜含有丰富的纤维。更重要的是,这些类型的蔬菜含有相当数量的蛋白质。 5.虽然比不上肉类和豆类的蛋白质含量。但比一般数蔬菜要高得多。 高蛋白质、高纤维含量和低能量密度使十字花科蔬菜成为你减肥的最佳食物。 5.瘦牛肉和鸡胸肉。 瘦牛肉和鸡胸肉一直受到了减肥者的不公平待遇。 宇认为食用瘦牛肉和鸡胸肉会使体重大增。尽管没有充分的证据支持。 但是研究表明,为加工的鲜肉不会增加心脏病和糖尿病的并发风险。 事实上,食用一定量的鲜肉是十分必要的。 丰富的蛋白质有助于保持肌肉的品质。 6.竹马铃薯。 不知因为某种原因,马铃薯逐渐失宠。 然而,其实它是减肥最健康的事物之一。 它们含有各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营养物质。 是一点点的马铃薯可以满足我们身体的很多需求。 马铃薯的含钾量特别高。 在控制血压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。 此外,马铃薯也可以增加保护感指数。 煮马铃薯放凉之后将形成大量的抗性淀粉。 一种偶联剂物质。 已被证明有益于健康。 十分适合减肥者。 7.鮪鱼。 鮪鱼是另一种低热量。 高蛋白食物。 它主要是瘦肉鱼。 所以没有太多脂肪。 鮪鱼在健美运动员和健身模特中很受欢迎。 如果你想增加蛋白质摄入量。 那么鮪鱼罐头是你很好的选择。 8.豆类和豆莢。 一些豆类食品十分有利于减肥。 它包括扁豆、黑豆、云豆等。 这些食品往往是高蛋白质和高纤维。 这两种营养物质已被证明可以增加饱腹感。 它们也往往还含有一些抗性淀粉。 酒、羹汤包类。 正如上面提到的,低能量密度的食物使人们摄入更少的热量。 大多数低能量密度的食物是那些含有大量水分的蔬菜和水果。 你可以用这些食物做汤。 一些研究表明,吃同样的食物。 食用汤类而不是固体食物更容易让人感到吃饱了。 从而摄入更少的卡路里。 十、松软干糯。 乳制品蛋白质含量高。 祭司是降低摄入卡路里含量最好的食物之一。 它只是蛋白质和很少的碳水化合物脂肪。 乳制品也富含钙。 这已被证明有助于脂肪燃烧。 十一、牛油果、厄梨。 厄梨是一种独特的水果。 大多数水果富含碳水化合物。 而厄梨却富含健康脂肪。 它尤其富含钙不饱和油酸。 与橄榄油中的脂肪类似。 厄梨是完美沙拉原料。 因为研究表明, 其中的脂肪可以使蔬菜中营养吸收效果提高2.6至15倍。 十二、苹果醋。 苹果醋是非常受欢迎的自然健康调味品。 有些人甚至用水稀释当饮料饮用。 一些研究表明, 醋有助于减肥。 服用醋可以增加饱腹感。 一项针对胖子的研究显示, 连续十二周每天饮用醋15至30毫升可减肥1.2到1.7公斤。 十三、坚果。 尽管是高脂肪含量。 坚果实际上不容易使人疤胖。 是一种很好的零食。 坚果含有均衡数量的蛋白质、纤维和健康的脂肪。 研究表明, 吃坚果可以改善代谢。 有助于减肥。 但如果你吃太多的坚果, 还是会肠胖的, 一定要控制食用数量。 十四、选穀物。 尽管谷物在近年来不受欢迎。 但它们是绝对是健康的。 全谷物富含纤维。 同时含有一定量的蛋白质。 比较受欢迎的全谷物包括燕麦、糙米等。 燕麦富含蒲聚糖、可溶性纤维。 能增加饱腹感。 并且改善代谢健康。 大米包含大量的抗性淀粉。 特别是煮熟后。 十五、红辣椒。 吃辣椒是有助于减肥的。 它们含有一种叫做辣椒素的物质。 被证明有助于降低食欲。 增加脂肪燃烧。 这种物质是很好的减肥补充剂。 经常出现在各种商业减肥物质中。 一项研究表明。 对于不经常吃辣椒市人来说。 每餐吃一克的红辣椒可以减少食欲。 增加脂肪燃烧。 十六、水果。 大多数健康专家认为水果是健康的。 众多研究表明。 那些吃水果蔬菜多得往往比那些吃水果少得更健康。 虽然水果含糖。 但是它们能量密度低。 另外。 纤维有助于防止糖过快释放到血液中。 十七、葡萄柚。 一个值得强调的水果。 因为它可以直接影响控制体重。 一九九一年的一项研究表明。 连续十二周每餐饭前吃半个新鲜葡萄柚可以减肥1.6千克。 葡萄柚也可以减少胰岛素抵抗。 预防代谢异常与各种慢性疾病。 十八、奇牙籽。 奇牙籽是这个星球上对营养的食物。 每30克奇牙籽包含12克的碳水化合物。 但同时含有11克的纤维。 相当的高。 这是它成为世界上最好的纤维来源之一。 因为富含纤维。 奇牙籽能吸收比自身重量高达11到12倍的水。 形成凝胶状在你的胃里扩张。 十九、椰子油。 并不是所有的脂肪都是一样的。 椰子油富含中等长度脂肪酸。 正为中链干油三脂。 这些脂肪酸已被证明能够促进饱腹感。 特技出大橄榄油可能是世界上最健康的脂肪。 二十、全脂酸奶。 另一个优秀的乳制品是酸奶。 酸奶含有一生菌。 可以提高你的肠道功能。 拥有一个健康的肠道可以帮助你防止炎症发生。 炎症是肥胖荷尔蒙的主要虚动因素。 一定要选择全脂酸奶研究表明。 全脂乳制品,但不是低脂。 它能够降低肥胖和二型糖尿病的风险。 心动不如行动。 快点动起手来。 为自己做一份健康大餐。 一边享受美食一边减肥吧。